有請魏署長跟台電的中副總 好 請魏署長還有台電的中副總 洪委員您好 署長長 好 署長 從去年喔 立法院通過了溫室氣體減量及管理法 那明確的奠定長期的減量的目標 好 那今天提到的這巴黎協定 也是希望說全球能夠降低這個碳的一個溫室氣體的排放量 把這個溫度的一個升溫控制在兩度C以下 所以長期而言對我國來說 逐步的減低這個溫室氣體的排放 是我們重要的一個政策目標 是不是 是的 好 那大家也知道我是台中的區域立委 那我來自台中 那我相信大家也知道說台中有一個 全世界最大的火力發電廠 那這個火力發電廠呢 其實最近呢 其實讓台中的居民感到非常的困擾 因為這個火力發電呢 在使用這藍莓的這個過程當中呢 會產生很高的碳的排放量 那也會製造很多的PM2.5的這個前驅物質 所以呢 這個 藍莓的火力發電廠的確為台中的居民造成很多的困擾 所以 像是台中的這個中火跟賣鳥的六青 這些都是 影響我們當地居民很健康很重要的一個污染源之一 所以今天呢我的焦點會放在這上面 好那我想先請教一下台電我們中副總 上禮拜才見面嗎 是 你好 好 關於我們上禮拜到台電這邊來做一個就是考察 那我們其實也有在那天跟您提出一些問題 那今天呢我希望透過這個正式的一個場合 再跟您做一些請教 好 針對於我們台中火力發電廠這個降載的一個問題 我想請問一下副總 我們為了因應PM2.5這個狀況 我們總共降載了幾次 我想我們在11月降過一次 2月份降過一次 3月份到目前為止已經降過好像有三次了 三次 好 我這邊收集到資料是11月8號 2月22號 3月3號就我們考察當天 以及3月6號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 這樣的一個降載的機制 我們啟動的一個機制是什麼 我想跟委員報告 這個我想我們是有些門檻 我想這個門檻 就是說第一個當然是要供電安全嘛 第二個 我們的天然氣的這個余裕 翻譯要說天然氣夠 這個天然氣的場有余裕 第三個就是真的是當天的這個空品不好 這三個條件之下我們就會配合來減載 謝謝 好 那這個配合的機制是怎麼樣形成的 跟誰配合 我想這個我們是有中央調度中心 地方的環保局 反映這個地方的這個空氣不好的時候 我們會把這個資訊喔 這個網上到我們中央調度 中央調度它會根據我們的程序跟我們的中央反應 然後由中央給我們一個指示 我們就根據這個指示就降載 所以這個過程聽起來是 市政府給你們通報之後 然後再報請經濟部 然後等經濟部的一個財事 然後再來進行降載 好 那我想要請問喔 我們副總 在11月8號這個降載 你知不知道說我們花了多少的時間 這個是比較久一點啦 因為當時我們還沒有這個程序嘛 所以之後我們就有檢查 好 我再請問一下副總 針對於降載這個機制喔 在你的理想範圍內 接受到通知到降載 執行這個動作喔 合理的一個時間大概要多久 我們接受到命令以後很快就可以下來 好 那我告訴一下副總 11月8號這一次的降載 是11月7號市政府在9點鐘 11月7號早上的9點鐘 就通知了台電 但是呢這個降載 是到11月8號的下午4點鐘 來請問副總 這樣經過了多久的時間 這當然是有點久了 這跟委員 好 我告訴副總 總共是經過了31個小時 就是我要跟你講說 在整個空污的一個狀況 已經非常嚴重了狀況下 我台中市政府反應給你之後 那你經過了這層層的通報 等到經濟部才是可以降載 已經經過31個小時 這31個小時可能這空污已經降下來了 已經沒有到達你剛剛所說的那個標準 那我想要請問 你對這樣子的一個反應速度 你滿意嗎 我想這個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PM2.5這個空污的問題 不是單純一個電廠它造成的 它是有很多原因的 譬如說境外啦或是交通之類的 那我想我們這個降載 就是說我們的貢獻度 我們是有做一個評估 副總我是想問你說 你滿意這樣的一個執行效率嗎 對 那當然我想第一次嘛 第一次我想我們就一直檢討 所以我們的速度是越來越快的 好 那我想請問一下署長 你滿意嗎這樣的執行效率 我想這樣啦 如您剛才所質詢 還有我們副總也回答 原來在這個機制上的建立 我個人認為是不夠速度不夠快 但是在環保署方面 我們因為其實隨時有這些監測 同時我們也有一些大器傳輸模型 所以我們談到11月8號這個事情 當初我們環保署方面 其實已經有那個預警 就是因為也知道從這個中國方面 有這樣的污染的器團來到 所以剛剛您提到這個詳細的時間 和台中市政府的作為 我今天才聽到比較清楚 不過我跟您報告 其實當時我私下跟經濟部部長 我們有聯繫 同時也就是因為有這個聯繫 所以在您剛剛提的時間 11月8號正式做了這個降載的動作 10億環保署的介入是 在比較後期才開始介入吧 不然為什麼這時間點會拖得比較久 好那這沒有關係 因為時間已經過去了 那我只想要問說 在針對這個降載 因為這是短期在因應 這個PM2.5的一個作為 因為台電跟市政府已經經過溝通 短期要用這樣的方式來因應嘛 那如果說在這個因應上面 如果我們今天已經預期 接下來幾天會有止暴 或是預期這個空屋的狀況會不好 但我希望台電未來在一個因應上面的一個 執行效率能夠提升 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一個問題 過去這陣子我們可以看到台電的反應過慢 而且態度過於被動 如果今天我們已經預期 因為我當天在台電裡面 我也看到說大家都可以去看到 這個監測的這個狀況嘛 大家都可以看到紫色紅色 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那為什麼台電不能主動去做這樣的動作 而一定要通過市政府來通報 然後再報警經濟部 然後經過核定再來做這件事情 我是認為這樣的一個程序 是太過於冗長 那反應的速度也太慢 那環保署在這件事情上面 其實就我的了解 對於一般民眾的感覺 會是覺得置身事外 好像台中的空氣品質的問題 只有台中市政府跟台電有關 那環保署在這個事件裡面 到底做什麼事情 我們比較不知道 11月8號的這個事情 是我本人跟鄧部長主動聯繫 以後來促成 這一點我先說 第二 這個林市長一上任 我全省全國的拜訪 第一站就是台中 我跟林佳龍林市長 特別就空物的問題談 在那次會談裡面 我們也談到交通策戰的事情 我們那時候也有承諾 就是台中提出來的話 我們在空物的基金方面 兩邊的空物基金來 設立交通策戰 其實這個一直在我們的心中 第三點我們期望台中 作為一個區域的龍頭 作為一個區域整合 和合作的重要的城市 這個部分我們在去年 應該是前年的年底了 好 署長那我了解 但是我還是提醒 因為其實現在也剩下幾個月的時間 那針對於台中的空物的問題 還是希望署長把它放在心上 好好的來進行協調的動作 好 那再來就是 針對降載這個問題 那我還是要請教一下我們副總 針對台電提供給本席的資料 上一次在11月8號這一次的降載 提供給我的數據是 總共調降了73萬千瓦 這個數字正確嗎 是的 好 那我們看一下就是 在104年度的這個 電力調度計畫裡面 我們有這個大修的時間表嘛 那在11月8號到12月15號呢 這38天是中二機組的一個稅修 大修的時間 那這個降載的這個數字裡面 包含了就是這個大修的 55萬千瓦在裡面 那其餘的九部其實只 各調降了2萬千瓦 所以其實總共是 18萬千瓦的這個調降而已 好 那我是想要問一下 這樣的一個數字喔 18萬跟73萬喔 這樣的數字是不是在混淆視體 來欺騙社會大眾 因為它其實在我們用電的這個 不是尖峰的時刻 其實都有安排大修 這本來就沒有要發電的 這是沒有要發電的機組 但是呢 你在講這個降載的時候 卻把這55萬千瓦也把它放進去 那這樣對於一般的民間團體 跟民眾來看的時候 是不是就覺得說 啊 我們真的有降到73萬千瓦 那針對這個部分呢 請問 我想跟委員報告 就是說我們剛剛提到這個 供電的安全 我們這個要供電的話 我們看當天的這個 備轉容量是有多少 如果是備轉容量不夠的話 這個供電我們是會很謹慎的 那我想這個空腹的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這個大修本來是排電是沒有錯 但是它整個的貢獻量 是在也是在其中的 所以這個 沒有關係 副總謝謝你 但是我是要跟你說 這樣實際上面的數字交代的不精確跟不清楚 其實會讓社會大眾會有很多的反感 其實我們這邊也接受到很多人的一個反應 那我只是希望說 未來台電在給這樣的一個數據的時候 在對媒體或是對公開的一些團體 在說明的時候 能夠給予更精確的一個數字 那在針對這一次降載 我有幾件事情要麻煩 就是關於剛剛降載的數字 就是未來 其實要我們有這項降載的時候 希望我們台電用一個精確的數字 不要再混淆視聽 那第二點 我就是希望 台電未來在做這樣子的一個因應措施的時候 能夠主動來監測 然後快速來反應 快速來執行 因為這是所有台中人 跟所有台灣人的身體健康的問題 這個已經不是那麼簡單的問題 大家都可以看到台中 只要去到台中 往大渡山 往東海的方向一看 全部都是灰蒙蒙的 我相信副總有到那邊都可以看得到 好 那再來第三個就是 未來台電如果再評估 這個空污改善的 這個降載的 這個空污改善的一個評估報告的時候 如果有什麼問題 可不可以請環保署也一起加入 來提供這樣的一個協助 好 讓我們的數字可以更精確 了解 謝謝 報告主席還有委員 我是不是能多用一分鐘時間 環保署一向很關心 各種污染源它的貢獻 在11月8號的這個例子裡面 我們在我跟鄧部長談過以後 我也知道他準備降載 其實我們就調動了或者監測了 所有我們的空氣品質 那麼我跟各位報告 那一次的降載 其實空污的影響或者改善最好的區域 並不是台中本身 而是往山區 往這個雲林嘉義這一帶 也就是說我們在台中 這個降載呢 其實受到最大效益的 不是台中市本身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呢 我們那時候也有一個數字 到底它對PM2.5的這個影響 是百分之多少 我現在記不太得 不過可以說呢 並不是非常高 也就是說 還有很多其他的污染源 這也就是符合 蔡總統當選人說的 我們談這個事情 不是針對哪個公司 哪個城市 哪個社區 必須全面一起做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這個署長的博士